戈斗世界训 2018年8月5日 红坤坤轮学世界极限戈斗系列在期15 在中国三亚红树林度假世界隆重举行 当晚的第三场比赛 是一场男子气12公斤级自由搏击超级战 本场比赛由甘果金的名将奈亚奈斯艾曼 对阵中国选手焦州 甘果金名将奈亚奈斯艾曼 今年30岁 身高183厘米 战绩47胜12-8平24KO 本来要在诸神志战8分之1决赛 对阵泰国选手苏波包班残名 但是由于苏波当赛前训练肌肉受伤 比赛推迟至9月 本场比赛临时改为72千克超级战 而零为受命出战的中国选手焦州 今年24岁 身高176厘米 战绩16升7-7KO 来自沙洞向王格斗俱乐部 曾获得了俄媒传奇年中 升点排位赛67千克冠军 比赛开始后 对周明将奈亚利用自己身高的优势 不断向中国选手焦州发起压制进攻 由于在身高上劣势 焦州的很多拳法都无法有效打击到艾曼 而艾曼则以自己弊胆的优势 不断重拳出击 在场面上占据了很大的上风 并在第一回合 以后手重拳成功击到焦州 拿下第一个独鸟 第二回合 焦州改变战术 在加快自己进攻节奏的同时 还不断采取压制战术的攻击 面对突然调整节奏的焦州 艾曼显得有些措手不及 第三回合 艾曼开始加强自己的力量与攻击频率 面对艾曼的反 虽然焦州在第三回合 没有取得什么太好的点数 但是焦州毫不放弃 用他顽强的战斗意志坚持 将三个回合全部打满 最终三局战法 经过裁判的一致性判定 刚果军选手奈亚奈斯艾曼 以点数的方式 祭拜中国选手焦州 格斗世界现场报道 最终三局战法 橘子显州